你看我的肚子之情已经溢出屏幕了 太过分了 我的手机都自己买了 没有人送 说回到这个手机 就是请注意 我们今天是如此自然的 把华为跟苹果放在一起比 对不对 华为是背着美国技术制裁 你怎么搞错 双方这样比是公平的吗 就是华为身上现在背着 在所有先进领域 背着美国的制裁 然后他推出来的手 就是他不但这个公司 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倒掉 他顶着这些制裁 还能推出手机 并且这个推出手机 能够跟苹果进行比较 并且在市场上 还能根据性能和用户反馈 得到相应的占有力 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超过苹果 在创新性的各个方面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华为没被制裁 他在先进制裁 就是他的海思 整个芯片设计系统 如果没有被制裁 然后他的海思 能够正常的到台积电里面去进行代工的话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可能是更加经验的产品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就看 那就是说你美国制裁的华为 华为不是今天不是拿了 不是拿了个导弹 也不是拿了个飞机出来 你拿了个三折铁的手机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美国这种制裁 就是基于对 刚才亮哥讲说 苹果和特斯拉是懒惰的第一名 那么为什么可以懒惰 因为有美国的拔权保驾护航 你除非有美国的竞争者 或者你非美的竞争者 我美国政府可以把这些竞争者帮你干掉 这个从技术和产业本身的发展来说 效果立竿见影 苹果就没有了丧进的动力 苹果为什么可以躺在那 就像挤牙膏一样的 他这次做广告 居然好意思说 他那个Apple Watch 那个屏幕尺寸比原来大了多少 百分百分之多少 都当成一个亮点来 你开什么玩笑 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 太不把人当回笑了吧 而且说实话 我们这些人对苹果变成这个样子 是有想法的 因为我们见过Jobs带来的 就把一个个手机从裤兜里面 从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 把Mac Air拿出来 然后从那个Apple的手机 到那个iTunes 然后到后来App Store的生态系统的 整个的建立和完善 我们是看到过 苹果曾经是一家 多么真正印象引领创新的公司 对吧 结果到现在 他现在苹果的特点就是 庞大的市占率 庞大的利润 但是他的创新 对不起他的利润 他完全是建立在品牌消费 一家的基础之上 这是不对的 太多的钱 完全消磨掉了 苹果的创新意识 因为他完全没有创新的必要 他没有生存压力 他躺在那已经被喂饱了 而且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创新就它是有风险的 万一创新应用失败 他觉得这个对利益损失太大 这东西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对 你看到现在为止 苹果的手机 永远是苹果的手机 对吧 派的也不是每次都更新 你总不 就是他的现在 不管是软件或者是硬件 或者他的应用方面 就是没有办法再给人 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这是效果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在苹果手机的机型设计 外观设计上面也很少 这次苹果手机 据说有一点不错 他好像加了一个什么 滑动变胶快门 在这个手机 造像的 这个终于 他那个万年不变的手机壳上 终于多了个新的牛 那这不管怎么样 是个好的功能 具体的功能 用下来怎么样再说 因为所谓的创新 就是你得给我看见 一点这种东西 你不能老是什么 多个几个颜色 然后什么理念 那些东西 你在有了硬件的 实质性创新之后 你再跟我叠加 没问题 但你不能光有那些东西 对吧 然后华为 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直白的讲 就现在国内对于华为 因为大家都说 很多说华为好话 我理性的讲了讲 华为现在面临的压力 其实也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硬压力 就是在美国的技术 这个封锁的情况下 它的实体性能力怎么突破 当然像这次 其实一开始 那个三跌平行 大家注意 大家关注的是 会不会出现新的麒麟 就是说 它的那个5纳米等效芯片 会不会出现 那这个是华时代的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出来 就证明 你的这个先进制程封锁 已经被它用工艺 就是四项变焦工艺 直接就突破了 那这个是华时代 当然这次没有出现 略可惜 但是华为这次也知道 它回应了关切 它的折叠瓶 终于用了 用了那个油体机的玻璃 不再是那个塑料膜 那个塑料膜 本来手感很差 真的手感很差 但另一方面 华为也要注意 就是也有 国内有很多声音 就是在营销啊 各种方面 就是你也要 避免重蹈 这个苹果的覆辙 现在华为身上 有极高的溢价 它有极高的 这个国货生育的溢价 它有极高的 对抗美国霸权 声望的溢价 但是归根结底 消费类电子产品 还是要回到技术 服务产品性能和性价比 就是让顾客满意 能够带来真实的产品 在有真实效用的基础上 你去获取一个 合理的品牌溢价 这是你应得的 但是如果你习惯性的 去满足于那部分品牌溢价 放慢了创新的步伐 这个任何一家企业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全世界内阁国家都是这样 它要遵循 这个基本商业规律 所以希望华为 也预祝华为 能够持续不断的取得进步 而且这条路一路走来 真的是不容易